要知道 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蕴藏着丰富的资源 堪称是地大物博 比如说拥有石油 煤炭 稀土 金属矿产等资源 更为重要的是 我国曾经还发现 沙漠居然能成为聚宝盆 根据记载 上个世纪90年代左右 我国进入 塔克拉玛干沙漠 勘探石油 却发现 塔里木盆地下 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 可是当时的技术还比较落后 因此一直无法进一步确认 随着时间到了2015年之后 中国地质学家经过确认之后认为 中国塔里木盆地下方的水资源 是北美洲五大湖的石碑 尤其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下 蕴藏的水资源 高达240万亿立方米左右 而北美洲五大湖的水资源仅有24亿立方米 更为重要的是 按照这一数据来看 相当于我国全年水资源总量的数十倍 可是提到塔克拉玛干沙漠 首先想到的就是属于中国境内最大的沙漠 同时也是全球第十大沙漠 总面积达到33万平方公里 此外 每年的降水量严重不足 可是蒸发量却极高 堪称是真正的布毛质地 可是经过进一步的了解之后 终于明白 为何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 拥有数量如此之多的水资源 早在远古时期 塔里木盆地就是一个海湾 位于古亚洲大陆的西面 开口和特提斯阳相连 到了青藏高原隆起的时候 塔里木盆地变成了内陆海洋 每到雨季 雨水便会从昆仑山流入塔里木盆地 再加上四周山脉上的冰雪融化 自然也会在每年的春季流入塔克拉玛干沙漠 再经过上百万年的积累 才会形成数量如此之多的地下水 可惜的是 目前无法立即对其进行开采 因为塔克拉玛干沙漠属于大面积盐检地 这就导致在没有探明具体的地下水分布情况之前 不能擅自进行开采 很有可能会出现土壤踪动 从而导致浅层区被废土填平 造成水资源被白白浪费的情况 更为重要的是 开采该地区的水资源 可能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 毕竟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地下水已经存在多年 可以说与周边环境一直都是息息相关的存在 即便如此 中国处处依旧是聚宝盆 就连最大的沙漠都能成为聚宝盆 而且凭借蕴藏着240万亿立方米左右的水源 即便是北美五大湖可能都自愧不如 可惜的就是现阶段还无法马上进行开采 但是只要时机成熟 这片地下水完全可以被中国利用 届时我国将会摆脱淡水资源不足的帽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